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说巧克力最得女人心 高明师傅高晓鸿的生意 也打算从这儿下功夫 调和可可汁加鲜奶油比例不难 考验人的就在后面这道工 前面有巧克力有鲜奶油 那巧克力这样融化 所以你加的茶粉 它有可能不会那么均匀 用的茶粉是铁观音茶磨出来的 而且是只有木炸山上才产的铁观音 从我开始去花莲 彰化 台南工作 然后在放假休息的时候 稍微去走一走 就有很多的地方的名产 那甚至要回家的时候 想要带个东西回家 其实很容易寻找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特色的东西 那回来到木炸 当我要回去上班的同时 我想要带一个木炸的一个特产的东西 好像寻找不出 这样子的一个很适合的产品 从十多岁当高饼协族 东奔西跑的在全台各个连锁面包店工作 几年前三十岁的高建宏想回乡创业 资金就是个问题 租下住家附近巷子里的小店面 他自己都说未除偏僻 所以一定得要有特色主打商品 吸引顾客愿意专全上门 就地取材成了他的发想 高显宏想做出 专属于木炸的特色糕点 就木炸以前其实就是只有竹笋 然后面线跟茶叶 是木炸最有名的特产 那我有一手好手艺 那我想已经这么久木炸没有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产品出现 那我想不如希望人家做不如自己来做这个动作 竹笋有季节性适合入菜拿来做糕点 高显宏没把握 他也曾经试着说服餐饮同业 大伙一起投入开发有地方风味的食材 所以我就想过我除了点心之外 我还可以做豆花 也可以做红豆饼 然后也可以做凉面 然后离我们很近的食品 那还有那个香肠 麻糕的香肠 那我就去想说 我可不可以把它做成都是铁观音口味 那在整个生活当中 其实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都会跟人家分享说 如果可以我可以协助你研发一些 关于铁观音的产品 可惜大家的意愿都不高 主要还是卡在技术问题 如果要做成铁观音茶口味的 必须他先要有机器 能够把茶研磨成 他要的一个细维度 才能够做成点心 那其实这块有可能 他们就很愿意去尝试的机会 就比较小 既然说服不了别人 只好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做起 为了把产品精致化 他专注高饼不做面包 但这也变成高杏宏不好克服的开头 本来以为茶点很简单 应该就像泡茶一样 先用冲泡式的 从水煮到80度 跟水煮到90度 跟水煮到100度的温度 去冲泡出茶叶 那泡出来的茶液 再来做成巧克力 做成点心 可是这样子的味道 其实完全无法凸显茶的那个香气 茶叶泡的越浓 苦涩味却越重 其他的茶香韵味没有飘散出来 甚至把茶叶泡完之后 再把它切碎 然后把它搅碎 再加到点心里面去 都试过 可是吃到会有吃到茶渣 那那样子的过程 就已经产生很多的臭折感 泡茶 抹粉都不行 看来得到源头找答案 高建宏小时候 就和妈妈一起参加 农会加证班四建会 看木榨身上的茶农 本来就相似 除了买茶之外 想把茶叶做成糕点 就得来了解 铁关音茶的制程了 因为我们铁段一个 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说包成布 这过程大概 要花几天的时间 茶园主人张父亲的茶田 经过有急认证 做成糕点吃得安心 他告诉高建宏 铁关音茶的独到之处 在采茶后 经过日光尾腰 之后就要包裹住 反腹揉脸 把茶叶由条状揉成球形 也在揉脸和备火中 融进茶香 铁关音在我们的茶叶里面 他有点像酒中的刀羊 他是一家浓烈的 我把他形容成40岁左右的男人 他受尽长沙来 该成长的感觉 这么浓烈的气息 却没有办法在糕点里发挥 保险胡孝成自己一开始 连茶叶的形状都不认识 还多亏是茶农张夫亲的一句话 点醒他 你家的5%的茶粉下去 它的香气还是无法凸显出 那你家的10%味道还是不太能够凸显出 所以只能把茶叶在烘焙发酵上 更浓郁一点 又调整的原来就是做茶工序里的一道步骤 两个要结合 那就是我们以茶叶 尽量去配合他的细点 比如说他现在肥火度不够 是不是要再加重一点 不过今天的这个茶叶没有要配合 我们去看他们 我们尽量都在这上面能配合 对于制茶多了解一些 高庆红想研发茶点的主意也就更多了 大概我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哪天我要研发点心的时候 我用铁观音茶跟包种茶的制成的做法 都把它结合在一起 呈现出第三种茶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做 这可以常识 就变成铁观包种茶 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茶叶 其实怕会压到味道 因为铁观音它是属于浓香型的 那这个包种是属于清香型的 如果你应该两个把它加在一起 你可能会呵护到铁观音那个 那个包种茶那个香度 这个点子行不通 高庆红还有另一个 有机会 铁观音茶里面有水果香 全大人都知道 铁观音茶里面有水果香 这就是有效的 在食品应该可以容忍 就算铁观音通很多主意 总是在想着 怎么把家乡产的茶 结合它的手艺 做成主打糕点 只是美药糕点 对于女性消费者而言 茶色的外表 迈向面临考验 虽然铁观音茶把它磨成粉末 做出来的点心 它的颜色有可能没有这么的漂亮 那 可是我觉得要坚持 我自己当初所设定的 无任何的香精色素香料 所以 我在颜色上 我只好放弃颜色 我宁愿呈现最原始的那一个 只好多开发些不同种类商品 好吸引女性消费者 糖浆奶油打出来的 法式小圆饼马卡龙 虽然少了冰分五彩 茶香口味的 是上下层加了铁观音后的 一抹淡绿 里层又藏了另一种茶的清香 其实我有添加一些海盐 让整个甜度跟 整个味 是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 是能够接受的 那铁观音的颜色 是比较特色 可是我做的包种茶 是比较像清绿绿的那种感觉 那里面的内馅 是用白巧克力做的 这些年很流行的凤梨酥 高建宏也试着把茶加进去 那其实如果我又一样去研发 原味的凤梨酥 其实并无法 让更多人知道 我来自于故障 我来自于冒风 所以我就先把 这个概念融入到我的观念当中 我就是要做成茶叶的凤梨酥 有了铁观音的凤梨酥 高建宏把它命名为铁凤酥 内馅多了蔓越莓核桃 方略且单调的茶色增添妆点 饼皮就得揉进充分的茶粉 才有茶香 茶粉它本身是一个吸水性 是蛮强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喝了茶 如果你加泡茶 水加的比较少 其实水都被茶叶吸走了 那一样一个凤梨酥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水分 那如果你把茶叶加进去之后 它会吸掉里面 我们这一个凤梨酥本身的水分 所以必须要重新调整它的面粉的比例 铁观音骨酥蛋糕 充满视觉和味觉层次 浅和色的重骨酥当底 中间是雪白的青骨酥 上层抹上绿色的铁观音茶粉 高建宏还放了优格有酸甜口感 希望让东西放糕点中 都有铁观音飘向的舞台 那我只是一个会做点心的一个年轻人 那我希望是能够让我们这个茶叶能够推广出去之后 当然如果能够让我们木炸的茶 能够多卖一些茶叶 然后当来到木炸的时候 跟他买个茶叶的时候 也跟他问候一下 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年轻人 我能够做的 那如果说哪一天我能够服务到 让大家有机会把茶叶提供给我 然后再来做销售的部分 我觉得我想我能够做的就是 让木炸更有人情味 更有文化 在木炸生长的高鲜红 希望就从他开始用他擅长的糕点 帮家乡的茶产业找到新出户 也为他回向创业找到一条适合的路 让外地的朋友来到木炸 能够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 带走的不是只是一个典型 而是一个文化的记忆 但是我觉得我在创业这条路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文化记忆里有木炸身上 遵循古法的智察人家 容颜被火出在地独有的铁观音 而身为高饼师傅的高鲜红 至少下回不用再担心 要对人说起家乡伴手礼时 还有他把家乡特色 变成另一种产业 然后再继续 请大家请大家看